市長快點 搭上優化公車 台中市長林佳龍到醫院慰問 因晨暴忙碌的醫療人員 也替自己的新政策 優化公車怎麼樣 林佳龍和乘客寒暄聊天 車搭得開心 但市長顯然沒有看到 台中車站前面的乘客們 可是一點也笑不出來 優化公車站前 乘客問路的找站牌的 上下車的全擠在了一起 看著引導牌子 卻是越看越模糊 優化公車上路第二天 乘客沒有習慣 反而是罵聲不斷 因為沒有 不知道停哪裡 他現在原本的BRT的班次 又配上一班公車的班次 他變成公車專用道 變成更多車在跑 優化公車九條幹線 在台中火車站 就分成了四個搭乘點 找不到站牌的還能問人 但是號稱每六分鐘 就有一班車 就有乘客等等 這一等就是十分鐘 這尖峰跟非尖峰時間的車流 到底要出來多少車 我們希望把行控中心 就是把它驗收好之後 可以來控制整個車輛的數量 跟整個流量 這麼大車亂糟糟 乘客還在適應期 優化公車是正機還是危機 就看能不能讓台中市民買單 記得詹平鴻 鴻鴻鴻的AC交流在台中的 再訪報導 在台中的店裡 這邊是併用 說真的 感谢观看